我们现在要来画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那各位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凹槽 中间呢是15 然后它往下挖的厚度是10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圆弧 左右两边各是7.5 然后中间的半径是15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其实不会很难做 只要把这个形状画出来 然后长它的 刚刚我们是不是用一个填充的工具 填充一个长度是40 这样就做出来了 但是它比较麻烦的是画这一个形状 它是画这个形状 所以来我们现在开始来做 在开始画之前 请你先注意一下 这一个面是哪一个图 这个面是哪一个图 来我们现在开新的档案 新的body 然后选新的草图 那这一个面 这一个面 应该是哪一个 是前视图还是上视图 还是左视 是前视图 好那么点前视图 这个是XZ 平面 然后选OK 这样子 就挑好前视图的这一个视角 那么接下来画这个东西 你会看到说这个是连续不规则的线段 所以我们来讲一个新的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这个 聚合线 那聚合线跟刚刚画的这个矩形不大一样 聚合线可以让你拉你要的形状 那我们现在开始拉 先拉这样子 你没有拉的很直没关系 我故意拉Y的给你看 好这边是一个圆弧 这边是不是一个圆弧 那你看一下刚刚聚合线这里 它写说M可以切换 循环切换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写一个M可以循环切换 所以现在按一次M 它的形状就变了 再按一次M 形状就变了 再按第三次M 有没有看到圆弧出来了 可是不是我们要的 再按一次M 再按一次M 有没有看到 是这样子做切换 是不是就有做出这个圆弧出来了 然后呢 这是我们要的圆弧 那尽量调 调不好也没关系 这样子再拉出来 好把它跟它接在一起 或者是你做到这边 就可以按ESC取消 然后再按ESC取消 我们现在还在聚合线模式 按ESC取消 那我们放大来看 这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多余的线段 那这个就拉 这边有一个切线 我们把这个切线 你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形状 这个是切线的对称 这个切线的对称 我们选它把它删掉 因为这个是不需要的 放大来看 就长这样子 放大来看就长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把这一张图 调整成这一张图 然后让它长厚度是40就可以了 所以要画这一个形状出来 只需要用到聚合线 这个工具 那你要切换它的不同的造型 比如说直线 这个圆弧 可以按M来做切换 那我们刚刚做了这个形状 做的不是很漂亮 有一段特别小段 那这一段不把它删掉 这一个点 我们把它拉过来 那你刚刚看不到的话呢 因为它很近哦 你就这样看不到 所以你要放大 把它拉过来 拉长一点 再缩小一下 那么这一个点 跟这一个点 两个点要接在一起 怎么做呢 选这一个点 再选这一个点 都不用按Ctrl 也不用按Shift 然后点这一个东西 这个叫重叠拘束 重叠拘束说 把两个点叠在一起 那叠在一起之后呢 变这样子 再调整一下 那么这个形状 已经差不多了 那这边有一个垂直拘束 这个我们也可以先把它拿掉 选它 这里有一个拘束 这些都是拘束 选它 把它删掉 这样子 先把这个大略的形状 做出来 这一个图 它的线都是垂直的 跟水平的 我们刚刚画出来 这个有两条 还不是水平跟垂直的 我们可以来加上线制 这一条线 还不是垂直的 所以这里 你先选这一条线 在这边 可以有一个垂直拘束 建立垂直拘束之后 从此之后它就是垂直的 它不会再歪来歪去的 那同样的 这里现在 这个断掉了 这个断掉了 来我们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 做重叠 这个选起来 做重叠 好那么这条线要水平的 拘束 所以先选这条线 再选水平拘束 这样子 垂直的拘束 跟水平的拘束 我们就全部做到了 那我们可以拉拉看 我们先测试一下 看有没有像刚刚 我刚移动这个点 是不是发现那个 两个线段是断开的 没有连接在一起 我们先调整看看 看看它有没有问题 每一条线都看看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接着就可以来做 尺寸的调整 那尺寸的调整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的长度 跟这个的长度一样 这三个的长度一样 这两个的长度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再来做 不同的限制 那怎么做呢 选这一个 再选这一个 再选这一个 那我们选这一个 跟这一个 两个选起来 选这个等于 就同等拘束 与两个线段 所以这两个就一样长 那你再选这一个 跟这一个 一次只能选两个 这两个就一样长 那 它现在只讲一样长 但是它没有讲多长 所以你一改变 它的宽度就三个一起变 那么只要设定这里 是15 它就三条 全部都15 那么接下来是这边 这一条 跟这一条 也一样长 一样选这两条线 选择等于 然后这边呢 选7.5 这选7.5 它就是7.5 那么接下来 这一条跟这一条 等长 它的长度是35 所以选它 跟它 等于 然后呢 它的 这是高度 35 好 接下来呢 这一条跟这条 是不是的等长 长度是10 所以这一张图的目的 是用来做对称 是用来做这个 相等拘束 所以这一条 跟这一条 也相等 那么它长度是多少 是10 你就不用 在那边一条线一条线 指定哦 画到快哭出来 接着 这里是15 这里是15 所以这半径是15 对不对 那我们来设圆弧的 半径 这个 这个圆弧点它 然后有一个 这个东西 好 再设半径的 半径是15 好 那么只剩下两个自由度 那你看 现在移动 有没有 就整个移动了 我们把圆的 这里是圆 圆的圆心 跟圆点 叠在一起 好不好 我们把它 跟圆点 叠在一起 做重叠的拘束 好 你会发现 这个现在已经变成 完全拘束的草图了 我们刚刚做的方式 就是把 相 相等长度的拘束 先设定好 再给其中一个边 长度 或者是 高度 那么这个做完之后 全部调整完 变成是完全拘束之后 你就可以离开 这个草图的边际 然后一样 上四图 对不对 这个是立体正投影 然后再按 这样子 那这个做完之后呢 这个看起来 没什么问题 它的 厚度是40 所以我们 长一个 使用填充 长一个厚度 40 OK 这样子 你就做完这个形状 就做完这个形状 所以 这个题目 相对来讲 是很简单的题目 它最主要是 画出 这一个面 这一个面的草图 然后长一个厚度 是40 这样这个就做完了 那这个是 ISO-Pratice 2 所以我们 把它存起来 档案 储存 ISO-TRAC 2 然后选Save 这样子 这一个3D的物件 你就做好 并且存档 这一个面的草图 这一个面的草图